皮带版的弹影250 继续扛起运动巡航大气 打出弯道之王的广告语 加价1000元来到20999元 弹影皮带版升级了美国DECO戴高皮带 这是1905年成立的美国品牌 世界三大汽车传动代知名品牌之一 其他配置没有变化 主要有17升的超大油箱 综合续航达到惊人的600公里 一大5小6透镜大灯 常规LCD附显仪表 铝合金变镜一体式手把 前倒置不可调避震 后遇在可调双枪减震 前单向双活赛卡前 配300毫米浮动刹车盘 后单向双活赛卡前 标配双通道ABS 配备了V缸DOHC结构风油冷发动机 参数接近主流250仿赛 21000瓦的最大功率 比其他250V缸高出一大截 能让弹影打出运动巡航 弯道之王的概念 是由于其独特的设计 首先 整车线条是一种硬盘运动风格 迥异于传统美式巡航的那种流线型 水滴油箱的造型风格 整车造型富有个性又非常耐看 其次 依然巡航车的顶子 1530毫米的长轴距 明显超过一般小排量巡航 可以带来更好的高速稳定性 明显前置的脚踏 可以获得舒展的巡航坐姿 巡航车常用的33度前轻脚 可以获得更强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最后完美融合了运动型街车的工程设计 如超过一般ADV车型的 210毫米超高离地间隙 偏高转的大功率V2引擎 前51号 49的前后轮载赫 前17后16的大尺寸轮毂 80扁平比更远的 腾森半热熔胎 刚性十足的摇篮车架 突出支撑性的硬朗减震调校 这些给弹影带来了常规巡航车 望尘莫及的运动性 那么 试驾体验究竟如何呢